我亲爱女排呆果 可能在这个年轻的人的训练上 确实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许语已经跟单人来往的得通是够多的 其实他已经判断 一开始是判断错 但是个人能力很强 今天我们看到 后来棋也是有一个不好意思的支持一连的表示 哈克的伞带自己没处理好 二十三比十五 中国队的距离在本贸比赛当中取得开门红还差两分 这也是在大家的预料之中 那刚才是这个想了浙江的青年队的青年队员的这个训练 他们过去的主教练徐贱德 浙江女排的主教练徐贱德也是国庆担任过国庆的主教练 所以说浙江队在今年有这么多队员一批年轻队员涌现出来也不是偶然的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 中国队主要就是发挥了这个网口上的优势 在进攻和篮网这个环节 尤其今天第二局第三局篮网发挥的很出色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现在这支比赛它的特点就是王口的实力比较强 你要说比细腻 它不会很细 但是只要能够来网上的实力它会出来也是错的 25比16 中国队主上了第三局 这样中国女排呢是以3比0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我们就暂时为大家转播到这 另外排球迷不要走开 稍后我们将为大家播出今天下午 泰国站俄罗斯和古巴比赛的录像